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全国二级警戒 救护团花莲市团委会义工伙伴们 有感于开学在即 而且目前尚未有适合12岁以下的学生施打的疫苗 因此是特别集资购买 医用口罩400盒 以及防疫酒精50箱 要赠给花莲市的各国校 让学童能够安心上学 家长也能够放心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全国二级警戒 救护团花莲市团委会义工伙伴们 有感开学在即 且目前尚未有适合的疫苗 给12岁以下学生施打 特别集资购买医用品口罩400盒 以及防疫酒精500箱 送给花莲市各国小协助校园防疫 各乡镇都有做各种的防疫物资的赠送 但是花莲市最大的一个社区 我想人口都造成的这种感染的机会会越多 所以花莲市当然有很多学校都是弱势的这个学生 学统 万一在学校可照掉下来了 要更新 更换 可能就没有机会 所以花莲市团委会就特别 针对这部分来帮忙这个环疫的工作 所以我们市团委会的总共是这个我们代表会 花莲市代表会副主席 米正伟特别跟他们的所有的同仁 就想到这个部分 看怎么样回馈社会 所以花莲市的弱势的小朋友 有能够有所增加欢迎的功能 有感于那疫情还是不断的在延烧 那因为在9月即将开学 那很多小朋友还是无法施打疫苗 那我们花莲市团委会跟我们县团周主委 一同来捐赠口罩跟酒精 那也期盼借由这样子一个方式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来关心我们孩子在开学之后的一些身体健康情况 那也来协助我们县政 我们县政府呢 徐县长一起努力来做好防疫 救护团花莲市团委会主委周永宏 和救护团花莲市团委会 也是现在的花莲市民代表副主席李正伟表示 因为这是全球疫情延伤 许多学校积极因疫情 且为了因各个学校开学之后需要防疫的措施 将于学校讨论相关需求之后 立即决定购买口罩以及酒精 期盼能够符合校园的需求 记得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